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現場來了一個貴賓 洛陽管理委員會的一個郭婷才 處長很大 他這次來台灣 我們請他跟我們台灣人包 認識一下 什麼時候 剛剛高科人第一個 對台灣人的意見是怎麼樣 輕鬆一點 非常感謝各位同學給我出了機會 到台灣以後呢 我們感覺到台灣應該是 你好地好風景更好 對 這個是好聽男生的 真的 真的 不能講客奈話 不好就要講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他們接待你追得好不好 接待非常好 可是現在還沒吃飯肚子餓了 我們上午吃得非常豐盛 有啊 所以沒有對你說招待不周的話 不會啦 在台灣自然一點 你才可以去體驗老百姓的生活 跟大陸不一樣 大陸他是有個機制嘛 因為台灣他就是 我們比較近的啦 這個是大家不太一樣的 我們希望就是說 大家能不能夠夠自由 兩岸人都這樣正正多交易 北京啊 對 兩岸之間的能力 應該是 交往應該是 軍堂 命切 對啦 平堂聊天都不要有什麼機會 應該說講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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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這個 人名 是 通中通緣 通緣化的 我們都是赫羅人的 對 聽說 那你一個松山少林寺 你有沒有學到功夫啊 松山少林寺 有沒有很近啊 真的啊 你會不會功夫啊 我不會啊 你有沒有學 因為這個中國傳統 這個 我們不僅要學習 官僧地集的 人意精神 忠義 忠義 任用了這個精神 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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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在這種像是關聖帝京他的一些事期是在學校學的還是在電影上看到的 我們呢 既受到了這個傳統這個道德的影響 同時呢 我們也同過現在的各方的命題 這個幾一步了解了關公的這種精神 其實有的人並不是了解這十段亂敗 我覺得像我們現在社會上很需要這種靈異的精神要提升 是的 這個關公的這種這個人意的這種精神 這種其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為生的精神 是我們這個每一個中華民族的自隨後代都應該學習了白 我跟妳講齁 台灣拜這個關公還會賺大錢 因為他是武財神耶 這個關公呢 這種武財神呢也是他這種這個講究這麼一種這個誠信 他是一種誠信 誠信精神的體現 你做生意就是誠信你才會賺大錢 對 對 對 偷一兩次還是沒用嘛 所以這個就是誠信 以後我們跟你們做生意要誠信耶 我們兩岸的交往應該 要誠信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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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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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謝謝你的寶貝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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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杜澤趕快 五五人員趕快帶去吃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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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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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朋友們你們好 我們是洛陽光臨 光臨廟的那個 大家今天來在這裡共同舉辦 我們心裡很高興 大家雖然割了千山萬水 但是大家心都在一塊兒了 所以我們是共同努力 爭取早日團圓 洛陽是在大陸哪一省